今天健康新时代就为您带来了健康又美味的双色馒头 双色馒头不仅口感上非常好 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忽视 将粗粮与细粮搭配加入了敷皮更是非常有咬头 再配合陈大师给您带来的腊巴粥 这一顿美味绝对会让您大快朵银呢 临近腊巴泡上这样一罐腊巴蒜 过年的时候拿出来配合着吃顿饺子更是美味无敌 可别错过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是米面当家 其实说起这个馒头啊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喜欢吃它 而且呢几乎是每天都吃它 可是要说你吃馒头 你一般这馒头是买外面现成的呢 还是说在家里自己做呢 如果是你想自己在家里面做馒头 那么怎么做才能做出美味的馒头呢 今天我们给您请来一位大师 教大家做馒头 而且快到腊巴节了 咱呢还请大师教你做腊巴粥和腊巴蒜 欢迎我们的中国发生大师 我们的国家高级面点师陈秀英 陈大师欢迎陈大师 大家好 陈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 今天双色馒头 双色馒头 还有一块要做的腊巴粥 还有腊巴蒜 叫大家做 很有节日气氛的几个特色的美食 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呢一定要试一试 那么今天给您全程 将这很多养生知识的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严调健康老师 王静老师 欢迎王静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米面当家 那么第一步 我们先让这个面当然回家 在这边呢 面给陈大师准备好了 先做馒头 好不好 先做馒头 好 制作双色馒头需要的原料是 小麦面粉 粗凉面粉 敷皮 双色馒头的名字来源于什么 双色 就是两种颜色 一种是白面 一种是黑面 黑面 我这还听黑面 我就想 这黑面的怎么来的 黑面吧 就是磨的时候吧 就是腹子 腹子 就是都磨在里面 就是说把这个 面小麦的腹子也留下来的这种 那水就粗凉了 就是粗凉 这是白的 与去过去吧 我们就是会 因为这个馒头吧 劝吃白的不够 没错 还奢侈了 中间的夹上一点 黑面 粗凉 现在我们手活提高了 我们也要吃质量 没错 对 那现在我们一块做好不好 好 这边是我们的白面 这边是黑面 那咱开始和面 开始和面 好 这边给大师准备一个小盆 先和半面 白面 我们和半斤就行了 半斤的白面 对 双色馒头 先用半斤的白面 半斤面粉 以后我们加一点酵母 酵母 来一点点酵母 酵母用多少量呢 酵母就是500克 我们用5克就可以 500克用5克 那咱今天是半斤 那就是用2.5克 2.5克那大概是这个小勺 就是这个小勺吧 一勺差不多 一勺 一勺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手嘛 我就挖了两个半勺 好 好 然后我们加一点糖 蒸馒头还有加糖 为什么要加糖 因为酵母它需要营养 糖就给它提供营养 所以我们加就是应该是一斤吧 加5克 一斤加5克 那我们是半斤 两克半 还是两克半 其实你看 今天我们做的馒头呢 你学会了之后 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 也可以蒸一回 还挺有创意的双色的馒头 对 而且非常的健康 没错 自己做的 是不是舒服 带着个盐吧 就是糖的一味儿 馒头 咱还来 加一点盐 这个目的是 第一提味 第二就是为了增加精力 增加精力 好好好 加点盐还要为它精力 咱在家里做这种饺子 或者说馄饨皮之类的 包子之类 是不是也应该加点盐 对 那我们这个比例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一样 也是2.5克 也是2.5克 我们这边的盐 糖包括酵母 都是2.5克 而我们的面呢 现在是半斤的面 对 同时我们水 就是加于500克的面粉 加水就是200克 200克 那我们今天是半斤的面粉 我们就加100克 200克 二凉水 对 半斤面 二凉水 二凉水 咱用凉杯给它凉好了 水不用用开水吗 不用烫面 直接用凉水就行 温水就可以 温水就行 要是夏天的话 用凉水 冬天我们就要40度的水 我们春秋 一般就是28度 30度的水就可以 好 现在 因为小木发酵吧 对价温度是28度 30度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水呢 是帮助酵母来进行发酵的 对 看陈大师做面点 非常的享受 也很细致 每样的东西都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科学 没错 没错 你看哈 大家看就是活成这个样子吧 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水和棉 就是结合起来了 它们就充分的吸收水分 没错 它们就变成棉筋了 编进网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加一份油 这次就加油 我想说蒸馒头咱加油干嘛 但是加一点油吧 就是为了这个 吃的时候吧 老人吃的时候比较远一些 让它宣一点 小盒 再一方面吧 就是不干 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做馒头 我们做了那个馒头 容易爆皮 没错 对 你加一点油 它就不出现这样现现了 陈大师给您一个小妙招 我告诉您 你在家里做馒头的时候呢 放点油 千万记得 不光炒菜是放油 做馒头 做面点也需要放油 咱在家里面 如果说做什么其他的馒头 也是一样的道理 包括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普通的什么粗粮馒头 我们现在用多少油呢 我这个手里边 好 就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五克 五克油 手心这个窝里面 五克左右就可以了 五克就可以 也不需要太多 没错 有普通的馒头 有众多小窍门 要加糖 要加盐 还要加油 这都是陈大师的独家秘籍 对 因为现在吧 我们要吃健康呢 没错 还要有营养 今天用的油也非常好 建格先生 来给您正棒推荐 就是胡姬花的 古发小张化成油 这个油呢 是用古代这种压榨油的方式好 吃起来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而且呢 做菜 没有油烟 光电一点 对真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建议你在家里面试一试 胡姬花 不发小炸花生油 陈大师这边呢 慢慢地揉着 您看到大师的手法 是那个 按住一个方向 往前去压 是不是 然后沿着往前 这个面板的方向去滚 对 其实说起今天 我们这个双色馒头 到现在也没看到 我们这个双色呢 怎么在馒头里去体现 不过这边大师先把这个白面揉着 估计一会儿啊 我们这黑面能派上大用场 那你知道 这个黑面里面呢 有这个敷皮 对 就是我们的粗粮 粗气囊搭配 现在呢 很多样的学家都告诉我们说 很利于身体健康 对 怎么跟利于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 都认为吃点粗粮 可以降低餐后血糖 这个确实有科学道理 因为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 就是说糖尿病人 如果是吃了粗粮以后呢 它的餐后血糖 确实要比单纯的吃 精面粉啊 还有这种加工 非常精细的这种系量 要低得多 它就属于抑制你的血糖 对 抑制血糖的升高 而且呢 就是现在研究也发现 它这个粗粮当中的一些 植物化学物质 可以调节人体的糖耐量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呢 吃点粗粮 确实对血糖的控制 是非常有意义的 适当吃点 是控制血糖 那我们如果是健康的人呢 我的血糖也不高 我的血压也不高 那我们吃点粗血糖 搭配有什么样的好处 确实是 对健康人来讲呢 这个粗粮呢 还有更多的B组维生素 还有更多的纤维素 所以说呢 可以降低控制血糖啊 还有降低人体 对胆固醇的吸收啊 对现代人的一些文明病呢 也是非常有好的 这种预防作用 你知道现在还流行一种什么 叫做粗粮细作 就是像大师的这种 你看虽然说里面有粗粮 但是呢 咱用这种加工比较细致的方式 或者说加点这个细粮 对对 那么一搭配 不一样了 不光是粗粮细作 我们说也可以搭配一个细粮 而且呢 就是说任何食物 都是有双面性的 单独的吃粗粮 对身体也是不利的 哎呦 不利的 对 因为我们讲这个粗粮呢 除了含有大量的B族维生素 还有更丰富的纤维素 这是细粮所没有的 当然这种粗纤维呢 除了抑制人体对血糖啊 对胆固醇的一个过度的吸收之外呢 同时它也影响了人体对钙和铁磷的一个吸收 微量元素缺乏 对 你看我们救出会的人 有的时候就经常缺微量元素 对 总吃粗粮 所以说最合理最健康的一种饮食是粗粮和细粮搭配来做 搭配来做 就像今天我们这个馒头就属于是我们搭配的比较好的哈 不仅能抑制你的血糖升高 而且呢还能补充一些粗粮达不到的那些营养 这边我们在陈大师揉着面 大师你要揉到什么程度 好了 现在已经好了 可以熄一下了 对 我在想这边是不是要揉到彻底表面很光滑 对 很光滑就可以了 不粘板 不粘面板 要不粘板 不粘板 而且手上也没有面了 没有面 一点点都没剩下 好 这边放在一边我们醒着吗 好 然后我们再和一块 再和我们和这边的黑面吗 加一段水 好 来一段水 凉水就可以吗 凉水 咱们这边这个黑面要和吗 现在 现在活 就是说呢 这馒头 双色馒头呢 是要把两个面分别来进去和的 对 哦 我们也是和半天 还是跟他刚才一样的 一样 拌 拌减面就可以了 这馒头出来的颜色是 各一半吗 左边是白的 右边是黑的 是包起来的 是包起来的 对 背面包在外面 这个是黑面就在里面 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全麦粉 就是全麦 就是全麦粉 带着带着 这是粗粮 全麦 再多加点 这个 酥皮 大家看这是腐皮 大家看这是腐皮 这是我们这个白面 裸出来的 没错 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对 还有更多的B组维生素 烟酸 还有硫氨素 和黄素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粗粮 对对对 腐皮 然后酵母 来点酵母 对 这个酵母 还跟刚才那样一样吗 一样 我们这个刚才的腐皮要加多少 是比较合适的 腐皮 加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说我们加三分之一的腐皮 然后这边是半斤的黑面 我们的酵母还是2.5克 对 好 我们这个也是糖 两可半 别忘了 我刚才陈大师说的 这糖是给酵母 提供能量 提供营养的 对 盐的目的是什么 来点底味 然后还能促进它 选软 对 这样就加上水 就可以了 咱这个不需要加油了 需不需要加 要活的就是 冲了面团了 冲了面筋之后 面筋以后 好 现在加水了 水的量 这个粗粮吧 水比较多一些 吸水更吸水一些 没错 对 将粗粮面粉 按照刚才的方法 依次加入水 揉成面团 别忘了加入一点花生油 这样才能让蒸出的馒头 口感更加鲜软 并且不易干 这边我们把这个面给它揉好 还是要揉到刚才这种比较光滑 对 大家看这个面油的时候 不那么费劲 对 我发现了 刚才您一抓起来它就起来一个 对 你看一会就 而且你看 磕磕点点的这个敷皮 就在里面 你看 这个敷皮 这个有利于健康 这个有利于健康 这边有需要醒的吗 对 我给大家讲一下 馒头和包子不一样 我们馒头要是和好的面 我们最好就是马上就做 就重行 立刻就做 一定开始做 加于包子 我们就需要醒一会儿 没错 馒头我们也火好了面 我们马上就重新做 做了以后我们就醒了 醒了就走 那咱现在要开始做 好不好 现在就开始 把我们这个擀出一个面条 对 尝尝的 对 你看这个馒头面 趕快醒了一会儿 更光滑了 没错 的确 很光滑 是不是 我们开始 咱要做大个馒头 还是小个儿 做中等的就行 中等的 家庭不用太大 给它揪出来这样的剂子 对 我们以后把这一块 这块单独扣在那边 为什么一定要用盖 给它扣上 它缺了面 特别是冬天 风一吹 这个上面就变 变得也好像很硬 对 没错 那刚才我们给它 舞起来的目的 也是怕风给它吹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时代的变化 人的思想意识也在变 以前的时候 好像吃粗粮 是穷人才吃粗粮 但现在吃粗粮 是一种时尚 对 是一种 讲究健康 是一种时尚 因为我们在 在超市里卖这种 面粉做的这个 全麦的馒头 还有全麦的面包 很受欢迎 对 都要比普通的面包 或者是馒头 要贵很多 对 但人们甘愿超腰包 因为买的是健康 这边你要会做双色馒头 一挺有面子的 对 好 这边先给它团一个小的 你看这个 上边腐皮很多 就点滴很多 我们先做成馒头的形状 然后我们把这个再油一下 这属于是外面给它 把这个做馅 就跟包包子是一样的 包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馅 这是我们的馅 好 给它擀出来一个瓶 一会咬开的时候 是那有勤困的 好 一个圆形 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把包在里面 就压一下 我倒觉得 如果说你在家里出自做 你可以把里面黑的面 少放点 不然你不好包 对 不好包不要紧 我们可以拿下一块的 哦 你这样这样 那就是这样 团团团 把它揪在那边 揪就行了 把它揪下来就行了 这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馒头 你看 你看一个馒头 出来了 好可爱的这个馒头 成功了 大功告成 一个馒头 看到没有 就是这边的 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普通的白面馒头 但如果说一个蒸完之后 你切开它 咬开它 里面就是黑黑的 这个黑面 以及敷皮的馒头 那大师 您这边继续的揉着 一个馒头不够吃的 对不对 来 给它揉开 揉好的面团 要醒发40分钟 才可以上锅蒸制 好 现在我们这边的馒头 已经醒的差不多了 给大家交代一下 需要醒的长时间 这个已经醒了40分钟 40分钟 你试试 这个馒头已经比较冲了 手是洗过的 哎呦 真的比开它又轻了好多 对对 好像是 好像是起来了一些东西 对变大了 没错没错 比开再大了一些 现在我们开始 把锅里面添好水 锅里面就有水了 蒸馒头 放上蒸馒头 好 现在开始蒸馒头 好 放进笼梯里面 开始蒸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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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喜欢用热水 开水蒸馒头 是不是不对的呀 陈大师 啊 这里边我给大家讲一下 啊 加于这个馒头吧 你醒的就是10重了 我们就用开水 嗯 加于我们是七八成 嗯 我们还不算太理想 嗯 我们这时候用凉水 哦 就是看你醒的程度 啊 你如果着急的话 嗯 用热水 嗯 凉水吧 它可以在里面 还能醒一段时间 对对 它有一个逐渐加热的一个过程 加热时候 它有过啊 我们可以叫它再放一放 的确 你根据你醒的时间来决定 加热水加凉水 嗯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蒸它 如果蒸它的话 就是需要多长时间 啊 做馒头一般的半个小时 30分钟 嗯 嗯 就可以了 30分钟 嗯 什么火力呢 啊 一般的一开始是大火 嗯 啊 慢慢的中火就可以了 好 嗯 这边不知道您学会了没 我相信啊 这么简单一操作的馒头呢 您一定会做 刚才大师也说了 需要蒸了30分钟 然后先大火慢慢调小火 嗯 那现在我们就等上30分钟之后 馒头就出锅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青岛胡鸡花 功发小炸 花生有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是米面当家 说到米面当家 大家都知道 每天在这里呢 用米啊 和面 教大家来做美食 那今天给你请来的 这位大师呢 非常的棒 中国饭食大师 中国高级面点师 陈秀莹 陈大师 欢迎陈大师 大家好 刚才陈大师带来这个双色馆子 还在锅中蒸着 说实话 我很期待 因为它里面的芯啊 外面是白的 里面芯却是黑的 因为是用了粗粮 还有敷皮在 这边蒸着它 不用管它 在这边呢 做喇叭粥了 喇叭粥会让我们想到什么 王杰老师 要过年了 喇叭结了 没错 喇叭结 而且会想到那种外面啊 冬天特别冷 然后下雪的感觉 你在屋头里面喝一碗辣巴粥 特别舒服 特别温暖 在家里面怎么做呢 现在陈大师是告诉你 在那边 配料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 都有什么呢 陈大师 制作辣巴粥需要的原料是 大米 糯米 花生 红豆 黑豆 玉米茶 核桃仁 莲子 以及大枣 哎呦 陈大师 我得问一下你 这八种不同的食材 之前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咱们怎么处理 我们怎么处理 咱们这个像花生 红豆和黑豆 需要泡 这三个是需要泡的 这三个需要泡多少时间 头一天晚上泡上 泡一宿 也许第二天早晨 我们就可以做辣巴粥 就是说 腊油初期就把它泡上 对 泡上这样比较快 比较快 他们之前泡的目的 主要是利于他们成熟 还是怎样 比如说有些人 他愿意 就是头一天我们煮一煮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煮了以后 这个黏度没有了 已经在汤里面了 对对对 而且营养素也流失掉了 也流失了很多 流失了 对 我们就泡一泡就行了 泡一泡泡 我们先把米 糯米 和薄米茶子 糯米 我们还用了金龙鱼 金龙鱼的元香道的大米 大米 我们这个大米是免洗的 而且非常的好 香软弹滑 而且大学告诉你 这个米来自于东北的 五常大米 东北的五常大米 对 非常有名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利于你家庭 做擦那种好米 好吃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试 喇叭周围少不了他 今天 好 我们首先把大米 这个不应洗 我们就可以放在锅里面 放在锅里面 好 我们现在不用加水 直接把这个米先放进 直接泡上就行了 好 用多少米 这个你自己来 这是150克就看 来50克的米 对 好 这个糯米是我们洗过的 糯米洗过的是50克 糯米要洗过 知道没有 糯米那多少克 50克 50克就行 也不要太糯 它糯了粥 对 对 这时候吧 我们倒好水 咱这边这个东西还没放进去呢 这个不急 先倒好水 先煮着大米 先煮着大米 也后 我们再放这些东西 先把谷类的东西就煮着 对 像这个腊八粥这个 八样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放上什么绿豆啊 玉米啊 什么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说 咱中国人最早的时候 是把它好一个彩头 正好是腊月初八喝粥 它就喝八种不同食材配的粥 然后这样子 八八这样很顺利 对对对 腊宝了 腊宝了腊宝了 腊宝过年了 也确 而且现在也看来就是说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怎么讲 你像中国居民膳宝指南就最提倡的第一点就是食物多样 骨类为主 一顿饭多吃几样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腊八粥恰恰符合了这个一个要求 就是食物多样的话有很多种可以选择 没错 骨类大米啊糯米啊 还有 坚果 小米也可以放 对 而且呢又有这个豆类的可以绿豆红豆 黑豆都可以 这是粗粮类 对还有坚果和干果 核桃花生 大枣这些东西 让我们的食物呢多样化 这边大米和糯米已经放进去了 需要煮多长时间 那这个一般的就是开了锅 我们就把这个剥米茶子放进去 我们就放上 那我们这些呢 再开以后我们就把这些都放上 所有都可以放 都放上 第二次放这个玉米茶子 第三次把这其他的配料放上 但是这个澡巴要最后放 嗯 为什么 因为这个澡巴你煮了以后 时间长了 它就逐渐就抛了 对对对 太黏了 对 而且这个澡吃起来就没有那种 咸的味道 甜味 就像水滴滴的了 对 我们就是最后放 哎 好 开了锅 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我们这边就等着锅开 不过我们这个时间呢 也不知道陈达还是闲着 陈达时间我们做辣粑蒜吧 好不好 好 辣粑蒜在冬天的时候 算是一道餐厨的小菜 而且呢 我觉得吃辣粑蒜呢 也挺有情调的 对 你看那个蒜是绿的颜色 感觉挺特别的 好 这边咱们把这个蒜呢 包括我们这边做辣粑蒜 那些其他配料 都给大师准备好了 好 都有什么配料 咱先交代一下 好吧 配料吧 这个辣粑蒜是有醋 醋 醋 来 那个瓶子你给我拿出来 哎 这个 这边啊 这是我们一个在家里面腌菜的小块 就是一个罐子盒 对 罐子瓶子 我们把这个大蒜 我们放到这个里面 普通大蒜就行 普通的就可以 把它把干净了不要带皮 不能带皮 对 我们拿把蒜 一般的就是这样打蒜 我们必须搞下来的大蒜 可以带皮 这样 把它弄出来得比较嫩一些 它比较嫩 发芽的其实也没事 对 没关系 过年的时候一般都是干的蒜 而且吃点多吃点蒜 现在也说对人体非常有好处 这是一种天然的抗菌素 很多人喜欢吃 特别喜欢 你看 这个醋有什么要求 这个大蒜吧 我们醋把它倒在里面 一定要就抹过来 倒就行了 这个醋我们用米醋还是橙醋 还是说香醋 一般的就是米醋比较好一些 米醋比较好一点 这个辣把蒜吧 我们要是平常吧 我们一般的现在都变一些甜东西 没错 因为甜了吧 感觉好像有些血糖高了 好像老人了 又怕得血糖糖尿病 所以它就不加糖 过去吧 因为手褂是打得到那个水平 一般加点糖 里边再放点糖就可以 像这个一斤吧 放它三两半糖 三两半糖 一斤的蒜是吧 大蒜 那一斤大蒜放三两半的糖 醋呢就必须要抹过它 抹过来就可以 假如我们现在有时年轻人 他愿意吃甜 单独给他弄上一瓶放糖 放糖 老人的就不放糖 不放糖 防止血糖升高 对 那大家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的二十天 二十天左右给它泡着 咱现在给它盖上盖子 把它盖上盖 冲起来 放在什么位置 我们就放在凉的地方 阴凉的地方 阴凉啊 对光线没有要求 就放在厨房里面就行了 二十多天放在一个阴凉的 然后闭光的位置 我们就放在我们这边藏起来 然后呢一点光都进不去 这边呢我们等着包粥 我觉得咱锅里面这个粥 是不是已经沸腾了 先将大米熬至开锅后 再依次加入爆米茶子 花生 红豆 黑豆 核桃仁 莲子等 最后再加入红枣 焖至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会儿功夫 锅中的馒头也已经蒸制好了 赶快看看吧 真大事 我觉得好 对 这个馒头吃起来的时候呢 不像自己家蒸的 因为我在家蒸馒头 我有时候我家里人蒸馒头啊 蒸完之后啊 没那么鲜 这么鲜 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放了一点油 放了小膜 放的也比较好色 而且不干 不干 对 因为粗粮并不觉得特别色特别干 没有这种感觉 没错 好吃好吃 双色馒头 里面是黑的 外面是白的 在家里面试一试 说话前我们的辣八粥也该给它请出来了 来 赶快尝尝我们的辣八粥 双色馒头的味道果然不同凡响 赶紧尝尝这美味的辣八粥吧 如果我在家里做呢 我会选择里面放一点点糖 因为那样喝起来的时候呢 甜子似的 可以放一点葡萄干吗 葡萄干会更甜一点 但是喝起来的时候发现 该糯的我们的这个米很糯 刚有一点点这个软糊 感觉到豆子也很软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一口下去 很多的食物 然后很多的不同的感觉都在里边了 丰富 口感丰富 今天我们的陈大师做的节目 给你带来的呢 都是你在家里面也好 很喜欢吃的馒头和粥 但今天做的是特色馒头 双色馒头和辣八粥 辣八蒜 不知道你学会了没 我相信你一定学会了 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 好好地享受各自美食 谢谢陈大师 谢谢 然后谢谢王健老师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健康新时代 不见 不散 咯 我们我们下期便